我这个从从前面那骑过来嘛,就过完那桥,关那桥到这边以后突然之间就感觉没劲了,饿,饿的就没劲了,然后这时候赶紧停车,停车干嘛,吃饭啊,这是中午剩的那点,中午剩的那点炒面,赶紧吃东西,吃完东西以后我们再,再赶路。 你千万别硬撑,你知道吧,你千万别硬撑,所以说你这个包里面一定要放点吃的,你不放这个,你放点什么的,你像那个火腿茶啊,或者说是那个什么,什么那个面包派,是吧,甜的东西,你放点那个,放在那包里面,然后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饿,突然之间没劲的时候,一定要吃点东西,吃点东西以后,然后再继续走,继续走到前面, 有那个城市里面,你再找,再找东西吃,你这时候你千万别硬撑,你硬撑的话,我感觉不太好,就是包里面随时放点吃的,就这么一个意思,是吧。 好,吃好了,吃完了以后,感觉舒服多了,现在,其实我今天没齐多少,你看一下,我给你看一下马表,我今天到现在一共是103,看了吧,一共是103呢,但是,我这是中午买的这个饭吗,11点多,11点多,就吃完饭以后大概12点了,完事儿,又清了一下这车的链条, 就是把把链条插了一下,可能又得用了一段时间,也就是说,从下午一点多,两点,两点开始骑,骑到现在,103,应该是将近100,将近120,之前有一个记录是,到那个县王故里那儿,大概有十几公里,那个我就是,当时没电了,我就直接存了,存了以后,等于加上那个的话,大概是120, 120是下午两点开始骑,骑到现在是几点了,看看,现在是7点,7点,6点半,7点半,快了吧,7点半,这一下午,一下午骑100公里,所以说感觉也,也不是说太多,可能就是因为今天下午赶路嘛,下午赶路,一直在赶路,赶路路上就是,一着急啊,在什么,是不是啊,那个这个,这个心情可能, 影响呢,是吧,所以说以后能不赶路,就尽量不要赶路,之前没出现过这种,之前也出现过,那是在,就是,没,就是,没出门起,是吧,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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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区那时候,啊,起,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,但是这是,赶路,一着急,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出现这个问题,就是,及时吃饭,是吧,别硬撑,吃完以后我们再继续,继续赶路,是吧,对,还有一个,这个, 我有时候经常在路边吃饭,是吧,在路边吃饭呢,有的人呢,就是路人,就过来问你啊,怎么你那个,骑车呀,或者怎么,啊,他,他认为,就是,很多人认为呢,我在外面吃饭很辛苦, 其实我跟你说,一点都不辛苦,可能骑车的人都这样,你擦吃饭的时候,呃,别人感觉,哎,很辛苦,在马路边吃饭, 其实这个,我不知道别人呢,我不知道别别的骑行的人,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,我是什么呢,我是乐在其中,一点都没有感觉辛苦的意思, 反而是乐在其中,很开心,啊,行,就这意思,我们现在继续赶路,啊, 这是第一次的地方,ע perdre 手吧,啊,带走哥,啊,站住车,啊,带走哥哥,班红站的四十多,啊,带走哥哥,你打开架的那种东西, 第一次的地方,要是乐在虽数语资料,啊,带走哥哥,你打开架的南海, 是什么东西 呢,同? 在下跶了,还蛮风格的轻,还真正的一种东西,